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掌声有请 马富贵 赵丹又来了吧 换了身衣服 作为介绍一下 大家好 老师马富贵 然后今天特别高兴 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聊天 你叫马富贵 这一个女孩子 你叫这种名 有自己的艺名吗 艺名就是马富贵 我听你本名 还不如这个呢 是吗 我听本名叫什么 我本名叫马智 但是我那个小名叫富贵 其实本名比这艺名要好听 对 其实主要因为我爸 他是个实在人 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比较困难 然后我爸他就希望 我将来能够大富大贵 然后梦想实现了吗 结果发现到现在 也没变富贵 然后他现在特别后悔 他说应该给我起名叫马云 很好的格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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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也不能大富大贵了 我觉得接下来每一步 每一次表演就都很重要 对 对 对 那你今天这样 今天上台上 你先介绍一下 你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我主业是个广播策划 然后当我业余时间 我就干了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工作 比如说其实基本都是跟人聊天的工作 比如说我去那个心理热线当过界线员 喂 你好 这里是富贵热线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同行啊 谁共是同行 他那个是网络的 不是我们 变态 好 我们这个更专业 他们这个可能是忽悠人的 对 他这骗人的 对 对 为了节目效果 对 我们这个都是实打实的心理咨询 后来又做过什么工作呢 后来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做过就是和 后来有个出国的经历吗 对 对 对 和街上流浪汉聊天的工作 出国就干这事儿去什么 不是 不是 是一个实习 出国实习 对 对 对 本来是学什么去了 是学品牌传播 对 对 那怎么又沦落到和流浪汉交流 其实那个 这离富贵越来越远了 其实它这个是个公益组织 这个组织呢 主要就是让这些流浪汉 就是自食其力卖杂志 所以我的工作呢 当时就是去各个地铁站 去跟他们聊天 比如说你今天卖了多少报纸啊 就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啊 就过得怎么样 就是去 每天就是去关怀他们 其实我要补充一个什么呢 就是富贵啊 他在国外的这段交流的经历啊 让他对这个脱口秀 对语言的表达产生了兴趣 所以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脱口秀的演员 这个是重点 我觉得你可以在台上 跟观众分享一下 你认为心中的一个 优秀的脱口秀的演员 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我觉得脱口秀演员 不要脸 我觉得这最大的素质 我在学习中 我刚想说这段 让佳明哥跟你分享一下 对对 我也给正好 给佳明哥做广告 你刚才没有说 我一定会猜他是脱口秀演员 为啥 因为他的整个语言的表达 他的这种精炼 他的这个思路 因为我最近在学 我突然发现脱口秀 非常非常有魅力 对对对 我觉得你可以教佳明哥一点 对吧 不会吧 因为佳明哥 我认为他那个脱口秀 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他没有做到 太要脸 我觉得他这个要脸 可以多跟你学习不要脸 这有一个现成的老师 没有 不要脸 对对 真的 这个脱口秀 绝对那个梗 最后就稳准很 对对 那你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去了到了脱口秀的这个 这里面 其实主要是因为 就是我当时就失恋了嘛 就每天就撞他特别不好 特别消沉 工作也当时也不是很忙 然后我就去说脱口秀 我就发现就说脱口秀的 就男生也挺多的 我就寻思没准能找个对象 对 结果现在都成了哥们 脱口秀界也没拯救你 对对对 我想转行相声界所以 但是富贵说实话 其实今天这个场 你待会儿要表演脱口秀吗 临时洗了一点 其实今天这个场 对你来说蛮挑战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脱口秀的场 对对对 因为我第一次上这么大街 我今天主要是来练脑 我觉得就体验了就行 就不管大家笑不笑 不管就是 这个一百秒能不能坚持下来 我觉得能来到这 我就特别开心 加油 真带着 加油 好 来 我们来表菜吧 来 三 二 一 好 好神奇 好 只有同行理解脱口秀的演员 理解脱口秀的演员 这个绿是说明 他喜欢你的衣服颜色 可以这样 来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 面向前方 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上黄金大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开始 大家好 我是福贵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这么大型的节目 我心情特别特别紧张 咱们导演他就过来安慰我 他说福贵 你说你紧张什么呀 你说就一百秒 你就聊几句天就过去了 咱们就开开心心地做节目 轻轻松松地砍大山 反正节目组给你的定位 不就是个打酱油的吗 当时我说 我打酱油我就更不应该来上 我就打酱油我来干嘛呀 等下说福贵 要不这样吧 那个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说行 没问题 其实我刚才是开了玩笑 导演他其实连一百块钱都没给我 刚才也跟大家聊了 其实我说脱口秀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失恋了 当时真的心情特别沮丧 我为什么分手呢 就是因为我去 就是因为我去我男朋友他家 然后他妈就跟我说 这是哪儿的黄金观众啊 你们会摁吗 失败没问题 你听听他妈说什么 你在摁的 好想知道 没听到 有点遗憾啊 有点遗憾 真的难 这就是语言类节目和歌舞类节目 在这舞台上的 因为这个 冰瓶往下降的时候 你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极大的心理压力 你有一个节奏 你在节奏里会跳出来 你可以拿音乐褶自己 你可以继续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福贵 其实站在这个舞台 这个距离和 思维乐财团成员交流 和观众交流的时候 这个场它是舒服的 站上那个大舞台 面向这个整个大演播厅 他没有对象 他没有对象 我们都在两侧 有点无敌 他很孤单 但是人总需要成长 无论是脱口秀的演员 相声演员 歌手 主持人 都是需要从小舞台一点点 升级到大舞台去磨砺自己 有些人也需要一些腾飞 来磨砺自己的人生 怎么样 嘉明哥 给你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 来 V2V 请升起 天明哥 加油 三 二 一 天哪 我是真的要发生什么 你能那么舒服吗 旋转不满 我知道要发生什么 还没结束吗 你都知道了 你还问 大ot 没多点啊 最后 是 2 2 2 4 4 6 9